连乔丹 詹姆斯等球星都没有做到的单场70加 却有7位球星曾做到 4个人却有刷分嫌疑 可比81分太可贵 在NBA中一场比赛砍下60分的球员已经凤猛灵脚 据统计NBA成立75年以来 只出现过78次单场60加的表演 而其中32次还都是来自张伯伦 而单场70加更是诸如乔丹 詹姆斯等历史球星都未曾做到过的事情 今天我们便来盘点一下NBA中曾做到单场70加的球星 第一 布克 70分 这NBA历史就年轻的单场70加先生 布克在生涯第二年就完成这一成就 不过 布克的70分却有刷分嫌疑 在已经追分无望的第四节 太阳依旧将布克留在场上 甚至不惜主动犯规换取球权让布克刷分 这件事在当时也是被对手小偷马斯所吐槽 第二 大卫罗宾逊 71分 而作为之前 马斯双塔之一的海军山家罗宾逊 也有一场刷分比赛 这是当年常规赛最后一场 当时罗宾逊正和奥尼尔争夺得分王 而那场比赛 马斯全队拼命给罗宾逊卫球 全场比赛 他疯狂出手41次 还有25个罚球 在全队的努力之下 罗宾逊以0.5分的微弱优势拿到得分王 这件事也是奥尼尔起得不轻 第三 大卫汤姆森 73分 又是因为得分王之争诞生的砍分盛宴 当时大卫汤姆森和乔治格文争夺得分王奖杯 大卫汤姆森的半场就狂轰53分 最终全场狂砍73分 格文因此需要砍下59分才能确保得分王 但是离谱的是 在随后一场比赛 格文单节狂砍33分 打破NBA单节得分记录 全场狂空63分 最终以0.02分的微弱优势 击败汤姆森拿到得分王 第四 张布伦 100分 而张布伦的单场100分 也无疑有着刷分嫌疑 据当时对手说 他们全队都不想让张布伦 在自己头上砍下100分 成为背景版 于是在比赛最后时刻 已经确定输出了他们 想时间慢慢走完 但是张布伦和他队友 却主动对落后一方的他们进行犯规 换取球权 而此时场上出现荒唐的一幕 领先一方的人 想要犯规对手 但是落后一方的球员 却满场飞奔躲避犯规 最终这场滑稽的演出 以张布伦心满意足 砍下一百分而告终 第五 科比81分 因此上述四场七十加盛宴 无不时由于球员为了刷分拿到 这也彰显了科比单场81分的可贵 必须当时胡人处于落后一方 凭借科比的超强发挥 才逆转将对手击败 这样的81分含进量更足 第六 米切尔单场71分 而收到现役目前的最高分 已经不是布克的单场70分了 在本赛季 米切尔一场 骑士对阵共有的比赛中 狂砍71分创下历史记录 这场比赛 米切尔中中天山下凡一般 而且比布克更可贵的是 米切尔这场比赛 并没有刷分的嫌疑 并且还率队 拿下了胜利 第七 埃尔金贝勒71分 作为NBA最惨的无眠之王 埃尔金贝勒 却拿到了NBA历史第一个71分 在当年 胡人对着尼克斯的比赛中 贝勒48投28中 罚球15中15 得到71分 外加25篮板 可被张布伦之前的数据怪物了